国务院周四公布两项关键人士任命案 配起了香港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 这一机制开始正常运作 意味着香港国安法的规定事项又落实了一项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和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也对香港国安法做出积极表态 此外解放军驻港部队以及香港政商界人士也纷纷发声表示 香港国安法有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 国务院决定任命陈国基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今年61岁的陈国基自2017年7月1号起担任特首办公室主任 他曾长期服务于香港七大纪律部队成员之一的入境事务处 由于其卓越贡献曾获颁银子金新章 同日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 国务院决定任命欧嘉宏为入境事务处处长 欧嘉宏此前为入境处处处长属任处长 值得指出的是根据香港国安法第12条 入境处长为香港特区维护国安委成员之一 香港特区政府在相关人事任命的公告中表示 特区政府一定会竭尽所能执行法律 以达至香港国安法的立法目的 并借此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令香港可以长治久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涉港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桓 向深圳卫视分析指出 国务院公布置两项人事案后 香港特区维护国安委领导班子 就全部配齐可以正常运作 国安法实施之后 特区政府再加快这方面的建设 也就是说配齐力量 尽快地去推动下一步的工作 attend愿者们 优放之後 入联系的项目 至于 人事肯定 レベ�医 全已 阻护学兼 当 责学兼 全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